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說 由於香港疫情控制得比較好 預計內地和香港可以在7月有限度恢復通關 他又說深圳疫情仍未受控 但廣州的疫情已受控 中南山說內地要有八成以上人群接種 才能建立群體免疫 而最常用的國產新冠疫苗科興 國藥和中科院研發的疫苗 都對Delta變異病毒株有效 呼籲民眾接種 內地當局說新冠疫苗接種量超過11億劑次 打疫苗人數超過6億3千萬 接種率已超過四成